最大的挑戰就是生意急跌了三成 跌也不要緊 它不是一天兩天 它持續下跌 其實我都比較擔心 第二 確診的同事其實每天都有 我們都很擔心會不會令到廠停止運作 太多同事因為上班而令到它感染了 我們都很不想 所以我最大的挑戰就是怎樣能夠補到生產 亦能夠同時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去工作